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也是认识在真理里面我们的共讯之道 我们也知道你在地上要建立你的教会 使得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所捆绑 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 主要你将教会来建立 你说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它 多谢你让我们一班的弟兄姊妹 无论他们是受证的或是转会的 每一个弟兄姊妹今天进入教会 他要来是因为你的缘故 是要来建立教会 多谢你 主要让我们一起在今天最后一堂的时候 都让大家认识你在福音教会所做的一切 多谢你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的名字 Amen 好弟兄姊妹 就很开心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上课 欢迎你 首先呢 咦 響起来的电话 哦等等啊 韦先生老师 喂不用了 我跟他们沟通了 可能你要补回给他们听 明天有点想法 但因为我们正在教会 我们自己再聊 不好意思啊 今天我们已经去到最尾声了 大家上了三次 都稍微认识一下福音教会 今天我们会在这四个课里面 其实最后那个不是一个课 最后那个是一个委身纳约书 我会讲一讲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一件事 是一个没有约束性的 一个委身纳约书 即是这个合同你签了不认是没问题的 即是 签了你随时转台是不用罚款的 但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呢 我稍后最后会讲 但我们开始下去的时候呢 我们今天第一个讲呢 就会讲敬拜赞美 在我们福音教会里面 敬拜赞美是一个很特别的 题目来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在敬拜赞美里面 我们整个福音教会的核心价值 为什么没有了那个呢 哦 它是慢了一点点 今天有点迟缓 在我们的核心价值 八个核心价值 第一个核心价值 就已经很强调 我们要建立一个在敬拜里面 是充满着神的同在的敬拜赞美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你会看到在福音教会 为什么我们很着重敬拜赞美 有些人会看着着重敬拜赞美 是不是因为他的乐器有多贵 他套音响的牌子 用的什么线 和用的什么器材 但是最重要的 着重敬拜赞美 不是在于 单单看这些东西 而我们很见到的 第一个核心价值 在八个核心价值里面 第一个 就是我们要见到一个 充满着神同在的敬拜 如果敬拜没有神同在 今天我和你的敬拜 和入庙 签一下香油 或者做一些仪式 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所以在接下来 一直去分享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难会 讲完每一个题目 因为以前的信主 每一点是一个课堂 要上整晚的 甚至上整个月的 几次的 但是在我们的认识教会信仰 我们大家去讨论 去谈谈一下 我们如何在信仰里面 看不同的看法 让你知道在复兴教会里面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 为什么我们的敬拜 有人说我们的敬拜是长的 我心里想 长? 短了的了 以前我们的聚会是四个小时 崇拜是着感 起码都一个小时 十五分钟 如果你问包牧师 他曾经大敬拜 他说你现在大敬拜 太肤浅了 他说我以前大敬拜 预备六十首歌 六十首歌 每首歌唱一分钟 都怎么样 都一个钟 对不对 肯定不止什么 所以以前的敬拜 我记得初信主 基本上你没有时间想 他是不停的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 一首歌唱一首歌 一首歌唱一首歌 去到祈祷又唱 祈祷又唱 这样过了几钟 所以让大家知道 当你们坐在这里的时候 不是只是来上课 学什么信仰 而是你认识 复兴教会信仰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在这个课程有两个目的 第一 如果你在这儿信主 你会知道 为什么我们教会会是这样 如果你是本身成长 是第二个教会 然后来到这里 转转接接 你就会可能有些 你是认同的 又或者有些 有机会跟你冲击的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上上下堂 突然间举手问山牧师 山牧师 以前那间教会 可以比玩戏功的 复兴教会 可不可以玩戏功的 你的眼睛睁到大了 立刻 戏功的 我们很难说不给 但是我们不鼓励 因为戏功是接触灵界的东西 而且那些是祭拜偶像 甚至与灵界邪灵的接触 当然不鼓励 然后他说 咦 我以前回到那间教会给的 那是可以的 你回到那间教会就可以了 那你就继续去找一些 你认为的地方 如果你说 我这间教会 比如举个例子 你认识我们的教会 一些不同的信仰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我们这间教会 常常都这么说宣教 因为我们就是一间宣教的教会 如果你说 不是啊 我以前回到那间教会 没有那么多事情做的 为什么你们教会这么忙 你不明白神吗 神说你要休息 知道我是耶和华 所以为什么教会这么忙 你们真的不明白圣经了 我现在教会没有工作 聚会一个小时就走人了 那么你要明白 因为我们背后 我们其中一个核心价值就是 中国宣教 宣教中国 就是说 中国人要怎么样呢 我应该这么说 初初巴牧师来的时候 中国人就需要福音 中国宣教就是他去宣教 对不对 然后宣教中国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人要走出去往外宣教 所以你明白 我们在我们教会做牧师 跟在其他教会做牧师 有点不同的 但是其他教会 我又不是太认识的 很难评论的 但是我们在福音教会做牧师 是周围去的 不是去旅行 而是真的去 在一个宣教的里面 我们会周围去建立教会 还有我们的门徒教会 还有我们会去分堂 所以你会看到 刚刚却是卖衣服的 你想想 欣欣已经被感染了 不是病菌感染 就是被宣教的火感染了 都未行转会 就已经大发而心 在参与宣教项目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 神给我们 良给我们整个教会里面 我们对聖经的理解 什么是教会呢 教会就是要在地上 在地上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这就是教会它很重要的部分 其他就不参与说了 给时间看吧 但京派赞美 首先我们最后的里面 有三个题目 我想大家找三个人 一个做一 一个做二 一个做三 好吗 你们现在找三个人 每人找自己一个数字 谁是一 谁是二 谁是三 好吗 给点时间 你们自己找 自己做一个阶段 三个人一个阶段 小朋友都可以的 没问题的 有人帮他就可以了 三个人 三个人 四个都可以的 你喜欢 怎样做呢 最后会有三条问题 第一条问题 你们分清了谁做一 谁做二 谁做三 好吗 好 我想问一下 谁是做一 举手 谁是一 是一 你是一 谁是一 谁是一 你做一 好 谁是二 你是二 二 谁是三 好 你是三 你是三 OK 好了 这里有三条问题 第一 你要留意 我在分享的时候 你要找到一个答案 就是新约时代的敬拜模式 跟旧约时代有什么不同 你要找到这个答案 第二 旧熟的经历 怎样影响信徒的敬拜 如果你是第二 你留意答案 稍后结束了 你们要分享一点 说回答案 而第三 圣灵因高的敬拜有什么特征 圣灵呢 是不是金粉呢 是不是金牙呢 是不是其他东西呢 我们等一下看看 究竟是什么来的 OK 准备好吗 绑好安全带没有 来的了 好了 敬拜和赞美 在旧约和新约的圣经里面 所记载的敬拜赞美的方式 无论今天在个人或集体的情况下 都是适合今天教会使用的 有些教会 他不相信旧约的敬拜模式 所以他没有音乐的 英国有些教会 甚至他连现在的诗篇都没有 现在我们唱的诗歌都没有 他们只是唱诗篇1到150篇而已 他们认为其他都是世俗 都是血气的 他有他的见解 但是我们教会相信 在旧约和新约所记载的敬拜赞美方式 无论是个人或集体的方式 都是合适今天教会使用的 而新约教会的敬拜 他们是怎样的呢 使徒行转第2章46到47 一起读我吧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 行切在殿旅 且在家中抹饼 全着欢喜的诚实的心用范 赞美神 得众民的喜爱 主张得救的人数 天天打给他们 当时这个是初期教会 第一个教会去到建立的 我们的信仰在圣经里面 我们现在在运作教会里面 我们有什么可以参考呢 通常你要做一件事 当然有参考的 例如我们说月饼 那你立刻有个月饼的样子 起码你都会有一个样子去参考 你才可以做到那样东西 月饼不是有个帽子的 以前的人做月饼是做什么呢 是要打月饼的 打了个帽子 接着一拍 就整个月饼出来了 未打入帽子 那块叫什么呢 那个面粉 或者叫做莲蓉 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知道能够找到这个sample 只能够在新约的 使徒行转的时代 早期教会头三十年的历史 都是记载在使徒行转 或者保罗的书信 我们看得到 所以如果你说 今天我们的教会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不会回到旧约过节旗 过旧约的节旗 为什么呢 因为在新约的教会里面 头三十年的教会历史 没有说他们什么 要做一些过节旗的事 虽然他们知道 当时他们是回到耶路撒冷 去到敬拜 去到所谓的他们的过节 但是我们知道 他们当时同心合意在殿里面 如果昨天来过我们的领袖会 我们的老师说 教会或者圣殿里面的意思 也是家的意思 而且在家里面抹饼 原来以前教会是很开心的 有什么呢 有食物 有饭开 然后赞美神得众人的福利 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 新约的教会的敬拜 他们是很生活化的 新约教会的敬拜 不是很仪式化 直到教会去到一些状况 在罗马立了国教之后 传途人就不用经过迫伯 又不用做事 因为那些人会自动入教会 所以教会突然间变了专业化 变了什么呢 变了公式化 就是一种所谓叫做 一些叫做 一些的 用一些制制的仪式 去取代了一个 敬拜的生命 那种日常的 生活风格 就是平时的生活方式 所以新约教会的敬拜 新约教会的敬拜里面 我们知道 最初是基督徒 都是犹太人 第二就是 侍奉上帝的方式 但多数是圣殿 和犹太会堂 他们多数在这两个地方 当然刚才提供的 还有一个地方 在哪里 在家里 所以今天你看到 福音教会 我们在小组里面 很注重的 敬拜 现在有两个小朋友 在这里 将来他们进入我们的 幼儿 他们就知道 幼儿的崇拜 有敬拜 幼儿开组 他一进入 第一件事做什么呢 不是破冰 是敬拜 因为在敬拜里面 他们亲印到神 所以在旧约里面 的宪制制度 你会发觉 在新约里面 已经废除了 你看不到他们杀牛 你看不到他们在当中里面 要做一些旧约 在摩西会莫所做的事情 他们回到一个大卫会莫的模式 用诗歌 用祷告去敬拜 这是新约教会的敬拜 而大卫的模式 特别的重点 他的敬拜是会用什么呢 音乐 音乐很特别的 我们教会很注重音乐 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 由小朋友 他们基本上 三岁或者开始 来参加我们儿童的 特别是暑期训练 我们叫做Summer Signfire Program 他们就已经学乐器了 我们曾经试过 最小的人在那里服侍 是六岁的 我们教他打鼓 各样东西 不是游戏班 而是什么呢 敬拜 今天很多人教他学音乐 是为了什么 入好学校 为了多一张证证 可以入好学校 但是我们在教会 我们会教父母 或者我们会教小朋友 从小学会敬拜神 小朋友从小学会敬拜神的时候 你会发觉这个小朋友不一样 他临时有平安 他临时在当中 他有神的同在 所以 你会看到教会 为什么我们会儿童有儿童崇拜 他说 搞这么多东西 明明教会如果是一套鼓就好 一队乐队就好 无端端又要租多一个地方 又要设计多一个一台乐器 浪费了些钱 是不是 不浪费的 是值得的 因为他们有他们限制的地方 我们大人有我们大人限制的地方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教会 我们有儿童 他们会崇拜 你会看到有时候合团 我们会设计多一套鼓出来 小朋友会和我们一起侍奉 设计多一个基础 一起侍奉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相信 在新外教会里面 敬拜神的方式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用音乐去敬拜 为什么要用音乐呢 因为音乐敬拜 它是一个灵魂体在一起 有没有人玩音乐 稍微掃一下吉他 或者按一下琴 也会有 你会发觉 我当我按一下琴 我是灵魂体在一起的 灵的意思就是 我按的时候 我敬拜当然是用精神的 从里面生出来的 音乐是里面出来的 而 魂是什么呢 因为你记住音乐 你全部用思考去表达里面那些 仔细的东西 看就是什么呢 看就是你的肉体 要如何去做到那个动作 音乐和音阶 所以音乐也挺特别的 所以浸信会的研究 圣乐 它说音乐是直接上到灵界 这是真的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会这样 我们以前教会 要受了浸才可以侍奉 但是我们会找到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 你信就要受浸的了 在浸礼之前 他们说了我就不多说了 因此在初期教会 仍然会采用大胃和 和旧约时代所设立的音乐的敬拜模式 得属者的敬拜 今天在当中里面 我们每一班人都是一个得属者 因为我们是因为耶稣的救赎 所以我们相信 今天我们一班得属者的人 我们是一重去敬拜 我们一起读一读 《使徒行传》3章6到8节 1、2、3 金银我都没有 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命 奉你起来 他的和果子骨 立刻见状了 就跳你来站着 又行走 同他尽了殿 走着跳着 这个行黑的人 他寄望给他些钱 我不知他是否那些集团 人家抬他去收钱 但肯定一件事就是 残缺的人 他进不了去敬拜 我不知他 可能已经告诉自己 我这一世都不会改变 但在这个经文 让我们看到 当他被医治好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是怎样 不是马拉松 他跑步 他走着跳着赞美神 所以我们很相信 在我们的敬拜里面 不是一个安静的敬拜 如果你可能 你会发觉 我教会以前很安静的 一个琴 和太吵 太吵 我们不会太吵 我不会觉得 我们教会会比较太吵 相反 我觉得我们教会 不够活日 再活日更好 再火热更好 是的 不够彈起身 如果真是救熟的人 他的敬拜 我告诉你 绝对不是站着 这样唱歌 他是怎样 他是真是 整个人去到 着弱的 Amen 所以有人说 有时在前面 是因为 我是被救熟者的人 我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我都不用做给别人看 Amen 所以 得熟者的敬拜 你会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 就算 你未必见到是着弱 或者见到着弱 也好 我们的教导里面 我们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要着弱去到敬拜主 Amen 得熟者的敬拜 他们热力的赞美 甚至走着跳着 所以真正的经历救恩的人 会唱出 这个灵魂的得熟者之歌 现在我发觉 有些状况 就是当我们 好像很不容易回到以前 因为现在 我觉得在城市 大家都是很忙 是不是 忙不忙 忙得不过气 所以一说到敬拜 很多时候 回来教会 敬拜是迟到的人 但其实我鼓励你 董卿姐妹 你想想一个聚会里面 敬拜 我弄鼓励你的 这个题目 敬拜重要一点 还是听到重要一点 两女重要一点 那就香港人 挺聪明的 一定对的 这个答案 如果两个都重要 为什么 你会发觉 当在敬拜里面 大部分人迟到 他会选择什么呢 在敬拜里面迟到 听到里面准时 是不是 不是先后的问题 就是 这是一个人 你看不看重的事情 你上班还不重要 你上班不会迟到 尽量 但是 在中间里面 得熟者的 你是会热心的 去追求 所以我 我 是不会接受 现在这个状况 因为我信主的时候 教会很火热 一早回来的 爭着坐在前面 现在就爭着坐在后面 我们很可怜 找个私事 找一些绳子 拦着后面 不让人坐在后面 要把他坐在前面 其实也是一个教育 你知道吗 对你来说 未必很好感受 但是 是一种教育 你走着 你去到亲近神 你能够走前些 是一个 心态 所以不单止是今生 敬拜债美 将会是我们天堂永恆的任务 如果你很不习惯的 你上到去 有时间 要适应 如果你觉得太吵 上到去 只有半个小时 停一停 接着就 24小时 将会更加吵 因为人更多 如果你不习惯 可能天堂 你要想想 合不合你 所以在中间里面 这是救属得属者的敬拜 最后就是圣灵恩高的敬拜 圣灵所刺下的新的言语 丰富了我们赞美的说话 在葛林多前书14章 14到15节 讲到有这种敬拜的两个方面的使用 一个就是悟性 一个是什么呢 灵 灵是怎样出来呢 灵就是说 我们又用悟性讨告 又用灵的讨告 即是说 这是一个谎言讨告 不是说大话的讨告 而是说一种谎言 有人说是地方的语言 但其实是一个圣灵给我们 一个祷告的语言 给我们一个 丰富了我们的赞美 你会看到在我们教会 我们会用灵的敬拜 你会觉得搞什么 等于你去到佛庙 永远不知道在念的是什么 就是听到以外 是这样的 是不是我们要在这样练功呢 不是的 方言 灵的祷告和灵的敬拜 是有一个特点的 罗马书 这里还没有的 你可以写下 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 这首歌挺好听 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 他这么说 他说 保罗说我都不懂得祈祷 我本不懂得怎样祷告 指示圣灵 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原来 保罗联是一个专家 他自己说不懂得祈祷 不懂的 但是他说圣灵 会教我们祷告 他是怎样呢 监察人心的 第一 他是知道我们内心的 所以原来方言祷告 你是知道里面 你在做什么 你一定不是混由障碍 在说方言的时候 里面在想 对面的女孩子多漂亮 今天又卖衣服 不知道会不会迟久被人抢了 他不会这样的 他里面一定是对神向着的 而且他会用一个 按着神心意的一个祷告 透过他这样祈祷 我叫什么呢 其实今天我们去祷告 我们能够 形容到我们内心的感受 是很有限的 是不是 所以如果我叫你 我们一起 祷告 去到 赞美神的属性 我想 不用五分钟 大家讲完 讲不到五分钟 就没东西讲了 是不是 但是不等于你里面 不对神的属性赞叹 为什么讲不到 讲不到 就是因为形容不到 你觉得怎么样 很正 即是怎么样 正 即是怎么样 正 正到爆 你形容不到 但是谎言 另一个祷告 是帮助我们弥补言语不足 内心直接向上 不用再思想 其实他不经过这里 他在里面 是透过在里面生发出来的 大家要有 有什么呢 我们明年 会有一些培训归 敬拜赞美 鼓励大家报读 特别我明年会邀请一个港元 他会从旧约的 敬拜赞美音乐 讲到现代音乐的影响 现代那个人流行音乐 那个老师很厉害 所以 马上告白了 小行传第二章四节和十一节 他说他们都用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角的话来 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 讲说神的大作为 原来圣灵给我们的言语 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由二章 他会讲说神为大 如果你看小行传第十章 歌利流的里面 他们亦都称赞神为大 所以原来很多人担心 圣灵充满我会不会被鬼 是鬼还是神 原来你不用担心 人家听得明白 他就知道什么 原来是讲说神为大 我在上海有个传道人 他的妈妈被圣灵充满 说谎言 在祖土会里面 刚好祖土会就有外国人在 他说你妈妈那么厉害 用英国里面的 你知是英国人说的 英文是领导的 重口味的 那些Cat字 不像Cat 那些Cat 那些东西 他说用很流利很标准的英文 去朗读诗诗诗诗 然后他说我妈 我妈湖南人 讲湖南普通话 湖南话就知道 英文哪里懂 原来他妈妈被圣灵充满 说谎言 原来外国人听到是称赞神为大 成了见证 Amen 所以 聖灵恩高的敬拜 在中间里面 有神恩高的敬拜 你会看到 圣灵会运行在当中的里面 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 因为听见他们如何 说谎言 称赞神为大 虽然两个聚会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讨告会 另一个是报道会 刚才我说的是 小道行传第二章 现在是小道行传第十章 一个 十章是报道会 因为去到戈利楼 都传道 但是聖灵降临 他们都说谎言如何 称赞神 原来 报道会都可以这样 挺好的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很着重 用灵去祷告 用灵去敬拜 圣灵常常感动我们 去赞美神 被圣灵充满的信徒 他们会常常口唱 心和赞美主 你看到鲍牧师就知道 你怎样知道 他在洗手间 那一格是他 你不用看他 你不用看他 你会听到他 他无论去到哪里 都会 以前我们小时候 夜晚在教会 以前在教会 没有那么大的 在太子道 我们最流行 夜晚一帮帝兄 在敬拜 通宵 他们常常都是这样 到夜晚凌晨 差不多点几两点 我走了 你们锁门 没有了他 真是自由 整个教会 都说了事 又绿杯面 谁知道 去到四五点 突然听到 他不是点几钟 走了 四五点 一早祈祷 真是 圣灵充满 会感动一个人 口唱心和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在《以彼所书》 第五章十八到十九字 一起读 一二三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 纵词 凌歌 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 赞美主 神感动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赞美神 不单止我们个人赞美神 我们集体会 一起去赞美神 有时圣灵感动我们 我们会写歌 最近我们教会 在今年的全恩惠里斯歌收集 每首歌 听到你流眼泪 那个分享会 为什么不用比赛 我们不用比赛 因为不能比赛 比赛是世界的 我们用收集会 会比较好些 个个都可以 Amen 我见到每个分享的故事 都很感动 感谢神 所以在圣灵恩高的敬拜 圣灵会在敬拜的聚会里面 运行 恩高的信徒 就会彼此服侍 你会见到当圣灵运行的时候 你会见到的现象就是彼此服侍 所以你会见到我们教会 他为什么会在台前摆一支咪 知道吗 那支咪不是一个专用咪 不是梁雨生的专用咪 又不是Sharon牧师的专用咪 而是被圣灵运行的时候 如果他有感动 他也可以走向前面 首先跟我们讲一讲 他有感动 讲一些他想着会说的东西 然后大家印证了 他就会出去释放 今天早上我做了一个示范 你们应该没有人回第一堂 应该没有 全部第二堂 我都不知道三目师讲什么 但是今天第一堂的预言 正正就是三目师讲的那堂 要讲的东西 讲个呼召 讲神要让他达成 最后面有一条片 叫他刺手 刺手 但是我不知道他讲的题目 但是圣灵运行的时候 他就会在当中 你会看到一些很奇妙的东西 有时甚至 突然有一首回应歌 牧师想唱 刚巧大敬拜也是领受同一首歌 连PowerPoint的人都已经准备了 都不用用WhatsApp 不用打电话 圣灵就感动每一个人做同一样的事情 我们经常都经历到 所以这里就这么说 他说 弟兄们 我们聚会的时候 各人说有诗歌 或有教训 或有启示 或有方言 或有翻出来的话 凡事都当造就人 里面讲的 不单是每个人一起参与 最重要的也告诉我们 在这个聚会 圣灵运行里面 是什么 造就人 如果你骂人 骂完之后 都是造就人的 那也算是 但是如果你骂人 骂到一个位置 越骂那个人 那帮人越走 那你就知道 可能你这个 不是造就人 我怎么这么说呢 港台 我们相信的港台 是释放神的说话 造就的港台 港台不是炮台 不是给你拿来做其他说话 同样 我们那支咪 放在外面 不是给你拿来做 争取普選 不是那些来的 而是释放神的话 所以让你们知道 好了 我又说完了 那么 分开好吗 第一 第二第三 请第一个可以分享下你的答案 好吗 我们可以分三个三个 一组 刚刚刚后面来的那些 你们可以组成一组 去讨论一下这三个问题 好 都差不多了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问 关于敬拜这方面 趁心目色到 有没有一些对于 哎 George 我们一起听一听 George问的问题 是吧 那我就找回 在诗歌里面 我很喜欢透过诗歌来背圣经 因为容易很多 我就看到 英国那些教会 他们就好像 三沐司说 诗篇1到150 他唱的东西是完全听不到的 因为是拉丁文 我想问 那些是 拉丁文的 chanting 还有 我们 因为他们是英国人 圣公会 是吧 英国人的chanting 和 我们那些 圣灵的 方言 是什么呢 是否相似呢 因为他们的 好像 有 Gregorian monk 那些chanting 听起来是 完全 跟我们那个 我们 这次 我们也是解决 我们在不同教会的信仰 不过 我也会回答你一点点 因为 我们知道 在圣经里面的历史 以色列人有希伯来文写成的旧约 但其实 他们之后才找回来 大部分都是参照七十四日本 就是希腊文的 接着 希腊文写成的 接着 一路发展 现在他们传福音 去到一些 拉丁的国家里面 一路转 就有拉丁文 但是 去到那时候的年代 他们唱的歌 甚至有很多时候 是不用音乐的 甚至是 如果你是 在我的年代 听过英国一队乐队 唱一首歌 叫 People Are People People Are People 你知道 他前面 有一些 男音 就是当时的人会唱的 那些音 你想知道多些 明年来 我们听这个 历史真的很精彩 但是 问题就是 我们不会这样去猜疑 谎言讨告是我们的灵讨告 我们分析不到 因为 高龙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 他说 说谎言 原不是对人说 乃是对神说 然而人 听不出来 既然人听不出来 我们怎样去研究 究竟我们是在讲 拉丁 你都不知道 最近我去到黎巴嫩 我听他们说话 全部跟我们说 Golibasata Golibasata 他们在讲这些 我说谎言 我试试一下 不如我们试试 舊僵 走过去 我们在讲谎言 看他们好像 大家差不多 哈哈 但我发觉 也不是这样 所以我想 我们就不会尝试用这样的研究 因为这样的研究 我们就 因为圣经明明说 没有人知道 我们尝试 将它成为一种 有机会有人知道 那我们就会 side track 了圣经的方向 多谢 George的提问 时间关系 好吗 其他的 除非 我教会是这样的 为什么你们教会是这样的 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尝试 解答一下 或者你看到我们教会 现在在敬拜里面 是对你有些疑问的 为什么一个鼓 要找玻璃罩罩住呢 很侮辱的 或者这些问题也可以 可以解释给你们 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就交给谭文全道 好吗 好 接下来说的 14和15讲 按题目来说 都是远一点 和抽象一点 有些事情还未发生 但是我们又要知道 但是因为我们 不知道 或者不信 其实对于我们今天 整个信仰 都很大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第14讲 就是说英国的基督在来 对不对 15讲就是说永恒的结局 就是将来我们去哪里 所以这两个题目 对于一个 可以这么说 我们很现实的香港人来说 其实有时候 很难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很多人 都面对着眼前的问题 怎样去想永恒的结局 怎样去想主在来 这些事情 但是原来在复卿教会 或者我相信 不是复卿教会 整个基督教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 甚至乎当年 保罗他们一直相信 主很快再来 所以他们 鼓励那些人 不要生太多 因为主再来的时候 都不知道什么环境 不是不知道什么环境 是有很多灾难会发生的 所以 到现在 当然我们知道 到现在 基督都还未回来 有人知道耶稣基督 什么时候回来的 哈哈哈哈 对了 没有就对了 千万不要说 哈哈 没有人知道的 圣经讲 一会提到的 所以今天 会讲主在来 主在来 当我们要明白主在来的时候 或者我们将这个价值 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或者我们的生活里面 其实我们会在现在的生活 我们会有些东西 会在取舍 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 快要有这个日子到了 我们会取舍 例如我们知道 我将要结婚的时候 对不对 我在很多生活上 都要改变 我要找屋 我真的不可以 像以前那样生活 我知道有这个日子来到的时候 我更加知道 我越来越要 专一对着我老婆 对不对 那个要成为我太太 我不可以再去找其他对象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知道 一个结果将来 或者要发生的时候 我们整个生活是会改变的 所以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说信耶稣 信耶稣 其实不只是我求些什么 得到什么这个过程 又是我们整个生活态度的转变 所以信耶稣 和之前和之后 其实这些往往 都是我们很关心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哥林多前书 就是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什么 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以前的那些价值 全部不要了 所以我们有一首歌 好像浸泥都唱 世界在什么 背后 后头 世界 我们就不再要以前那些东西 要一些新的事情 所以基督再来 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我相信 不只是基督徒 不过 未信耶稣的人 他们未必会明白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也要 在整个基督信仰里面 将这个价值观 带到我们周围的人 所以在这里 同样 每一课都有三条问题 其实这些 PowerPoint 都是你们本书 每一讲最后的版本 都是出现的问题 来的 按照刚才的分配 现在大家大致 先说一次 基督来之前 有什么预兆呢 一个一个要记住 而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 情况是怎么样呢 第三就是 基督再来的教导 对基督徒的现世生活 又有什么益处呢 这就刚才说了 我们知道耶稣再回来 那我现在生活 对我有什么影响呢 基督再来 刚才说到 当众先知的预言都应验了 教会就会经历最后阶段的复兴 主耶稣基督便会亲自降臨 众目都会看见他 那时他会在地上建立他的国道 所以今天 教会 我相信不是只有复兴教会 真是跟随基督的教会 是会看回旧样 对不对 以前有些教会说 现在已经是耶稣时代了 不需要再看旧样了 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在做很多东西 都是在应验先知的说话 有些东西已经出现了 但有些东西还在来 所以当我们看一些寓言 末世的寓言的时候 我们除了会看事录之外 也会看弹义尼书 因为里面有很多关于寓言 还有以西结书 对不对 说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情况 所以这里是应验众先知的寓言 都要应验 我们就知道 教会回来的日子近了 看看耶稣何时回来了 基督再来 基督再来 在新约圣经有216章 当中有318次 都说到主的再来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其实某程度 耶稣一路强调的信息就是 他会再来 他会再来 所以平均每25节就提到一次 甚至乎有些整章 都在说耶稣基督再来 而教会初期的口号 就是这个 如果中文就叫 马瑞拉撒 英文 马拉拉拉法 那时候三牧师 如果早期有一篇讲道 就是这个 马拉拉拉法 和这个 是这个Hozanah的分别 如果你看到上网就能够回来 如果大家有印象 在圣经里面 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有民众在这里欢迎他 和撒那和撒那 其实原来 他提到 两者之间有一种分别 和撒那是什么呢 其实是说 人心目中的基督来到 但是 这里就是说 是真是主 人人都成为 我要画一幅图 大家会明白 在说什么 我先拿一支笔 其实一个人 在他生活里面 有很多事情 可以吗 人呢 其实 Hozanah 某程度的意思 就是 想神 满足自己的事情 可以吗 好像彼得 你知不知道彼得 他虽然跟着耶稣很久 但是初期的时候 其实彼得也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 为什么耶稣一直跟着彼得 不是彼得一直跟着耶稣 大家知道 是清醒的 知不知道彼得会跟着耶稣 因为他想 復活 他很想耶稣 帮他復活 在他心目中 他有自己的路上走 但是 这个 在说的 马帅 那撒 就是什么呢 其实神 这支没有什么 这个好些了 这个好些了 他自己也有 他的心意在 而人呢 其实他也有自己很多想望 可以吗 但是 这个过程 我们人的时候 我们祈祷就是 神啊 我们满足你的旨意 愿你的旨意成就 甚至乎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慢慢 将我自己的生命 很多自己的事情 破碎 冲破 突破 靠主的力量 得胜 以至我们去 达成神的心意 两个是 大家都是 学想的 但是其实是 两个不同的价值 其实神很想我们 去满足他的心意 所以我自己也在经历一件事 真的 挺有趣的 我刚考到车牌 哈哈 为什么要考车牌呢 就是有很多困难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是在经历这个过程 我觉得 也不需要駕駛 香港这么方便 駕駛学车的时候 很多问题出现 刚才 不要吵架 撞花了一辆车 很多事情当中 但是为什么我仍然会去做呢 因为原来在整个服事里面 我看到原来 当我駕駛的时候 可以祝福到很多的长者 对不对 我要放下我自己心里面 那些的情况 那些的顾虑 交给主耶稣 我去 所以原来一个在生活 这么简单的事情 其实很多事情 我们都在反映着 我们愿不愿意放下 我们自己的心意 去满足神的心意 所以 最近我去驾车的时候 我自己都很感动 去车那些长者回来教会 其实他们回来教会 可以坐的士 但是原来 他看到我 在驾车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时候 聚会一起 会感恩 大家有什么感恩的事情 大家说 街坊的感恩是什么 今天谭生駕车车我回来 哈哈哈哈 他们觉得是很满足的事情 他们觉得很关心他 甚至有人车我 所以原来 在这件事情 就会看到 其实我还有很多生命 这些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有 要去突破 去满足神的心意 所以当我们说 要去等候基督再来的时候 其实神一直都给我们这些空间 究竟我们的生命 到底有什么状况 我们要突破 我们要进步 以致我们能够 满足他的心 主必在来 主必在来 这个就是 我们一直这样进步的时候 我们会越来越渴望 耶稣基督来 主必要来 所以其实在事实上 新旧约都预言到 基督会来 旧约的作者 对第一次来临 有负担 他们未知什么时候 但是新约的时候 很清楚 因为耶稣基督来 新约的作者 有第二次来临的负担 接着就是基督再来的预兆 圣经里面 也有分开两边的圣经的描述 一边是消极的 一边是积极的 从创世以来 上帝也藉着先知应验 神的一些透过先知所发出的预言 然后基督才降临 这里留意个次序 上帝藉着先知所说的预言 都别仍然 然后先知才会降临 所以我们都会留意 在圣经里面 一些预言 现在在我们周围的环境 如何发生 如果我们闻到味 就知道什么 煮回来的日子近 所以稍后也会和大家看 一些圣经里面说到的现象 稍后再看 所以这里也提到 《使徒行转》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我们也一起看 一二三 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降临 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就是神从奖祭以来 藉着先知的口所说的 这里也提到复兴这个字 当时我们复兴 究竟什么叫复兴呢 除了教会 很多人同心去敬拜神之外 其实后面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要留意先知所说的话 如何去应验 如何在这个世代发生出来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 一些消极的预言 是什么 我们经文大家回去看看 大概去看看 我先看消极那边 消极那边就说 自然的灾难 饥荒和地震 有没有留意到我们身边有没有这些事发生呢 哈哈 又中了 有什么情况发生过 大家有没有想过 刚刚那个山竹会这么厉害呢 以前也没有试过这些情况 所以这一个风来到 整个香港都乱了 自然的灾难 饥荒和地震 我们也留意新闻有很多这些事发生 对不对 还有第二 就是 战争与政局动荡 有没有发生的 有些 其实现在战争 大家想到战争的时候 以前是明显一些的 因为真的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 大家知道现在正在打仗吗 大家 现在正在打仗 中国和美国正在打仗 正在打贸易战 好像看不到东西 但我有些亲戚告诉我 他现在都很害怕 因为他有很多生意在大陆 现在大陆没有生意 分分钟炒鱿 他自己都很紧张 所以原来有些仗 现在都是在打仗 正在打仗 其实这几年 我们看到很多身边的新闻 我们都很诧异 选总统 为什么生命 什么都会做总统 所以很难想象 整个很混乱 我们周围的环境 不发的事增多 有没有留意到 有什么事发生 我们刚才收到 11月多少日 台湾恐目斯 要立法 这个同性婚姻 要合法 谁想到 一个中国人的地方 这些事会一直发生 你说西方 西方也很恐怖 所以我们留意周围的事 这些是在整个政局里面 其实在我们普遍民生里面 我们昨天都谈到一个问题 虽然未必百分之百的影响 但我相信都是 一直都在人的心里面有影响 为何教会的青少年 很难留在教会呢 当然有很多原因 当然有很多原因 但我相信其中一个 刚刚过去佔领中环的行动 我不是想说政治 而是说人的生命背后 有很多对于权威 对于领导 不想跟随 有一个反叛 所以在那期间 不只是社会 家里也有事 爸爸和儿子吵架 为了这些问题 所以有很多我们想不到的 一些问题 在我们周围发生 一会儿我们再回去看《积极》 我们再看看《积极》 假先知和敌基督出现 这个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虽然要这样说 有很多众人以为美的事 大家留心去做 所以三牧师有时在台上说 我们很多牧师 都在台上说很多 外面现在教会的状况 好像大家都很拥抱 有些教会说 今天我们不需要悔改 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带来一个恩典 带来一个祝福 我们不需要再到悔改 很多人听这些道 电线买到很行 但原来背后 似是而非 如果我们信了他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耶稣和施洗约翰来到这个世代的时候 说的第一句 劝戒的说话是什么 天国近了下一句 你应当悔改 行不行 从来没有改过 如果我们不经历过悔改的过程 其实我们不会明白神的救恩 如果我们不知罪 我们不会明白神的救恩 所以原来在这个世代 有很多假先知 假教道 敌基督出现 圣徒遭避害 香港的 你说可以是一个福地 但是真的一个福地 我不知道 如果按照一个生活的指数 可能香港是一个福地 但如果按照一个神的国度来说 大家看看怎么看 耶稣为以受什么 迫白的人有福了 所以当然我们看到在这个世代 有很多人在不在香港的地方 可能在中国的地方 现在我们有很多 他们在聚会的意思 他们也很艰难 只是聚会而已 因为可能有很多政策推行了 他们也很想让政府知道他们的状况 但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所以其实他们也很难公开聚会 他们也会面对困难 所以还有一些教会中的 来到叛教之事 很多这些事 其实一直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在发生这些事 如果透过这些事这么消极 如果这些我们看到 其实也在说 耶稣回来的日子近 这些是消极的 我们再看一些积极的事 有什么情况呢 在积极那里 一看书里也有说到 第一 就是聖灵就凡 销灌有血气的 销灌烦有血气的 这就是《使徒行转》二章十七节 所以 为什么我们的复兴教会 你留意我们的牧师说的道 来来去去都是两大宗旨 知道吗 知道吗 如果你生日复兴教会 你也知道他说哪两件事 但是还有什么 中国是中国 中国算了 行了 所以为什么这么强调 因为圣灵充满 甚至乎他很害怕 他很担心 有一天 復兴教会失落了 这件事 所以很感恩 我们现在 我们復兴教会 我觉得很特别 香港的位分 因为有很多 香港五秦冲的教会 或者神召会 反过来找回復兴教会 教导什么叫圣灵充满 所以这么有趣 他们本身 这也是一些真实教会的状况 如果大家在教会生活 他们本身是神召会 或者五秦节圣结会 四方福音会 很多这些 但是在他们 一个历史的转变的时候 慢慢失落了 没有了这种教导 当中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里面的教目同工 可能他们不是来自一些五秦宗的背景 神召会 可能有很多其他中派的 侵入了 他们觉得 在教徒方面 不需要教这些 慢慢整个就会失落了 所以今天很多 想恢复回这种环境 都在说圣灵僑冠 凡有血 什么叫凡有血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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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有生命的 我们每一个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气的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一直鼓励 人去经历圣灵充满 接着福音遍传天下 我觉得很早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十四十支枪 十四十支枪 在地球里面的经纬度 十度和四十度之间 原来是一个很小的窗口 这个窗口里面 是大量的 如果按地理环境去计算 就是那些伊斯兰国的地方 不是伊斯兰国 伊斯兰教徒 那些回教的地方 发现这个地方 是很少人相信耶稣的 所以早期宣教 就跨了一个这样的窗口 所以很主张在这些地方 去传福音 去宣教 其实如果大家留意 现在我们刚才说 宣教 中国宣教 宣教是什么? 中国 你会留意到 现在宣教中国 那些中国人去哪里 传福音 就是去了 这些回教国家 所以你看到 我们有个 Peter 宣教士去的地方 就是 伊朗 那些难民 那些敘利亚的地方 阿波 我们有个宣教士 都去了土耳其 全部都是在这些地方 所以很有趣 你看到很多中国人 个个都不敢去 只是他们敢去 不知为什么 去那里可能是开餐馆 诸如此类 但他们就是去那里 所以福音要遍传天下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传福音 所以会传遍天下 会看到福音一直传开 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回来的日子 近了 你们也看到 教会将末日的灵魂 有大收割 到神的国度里面 或者这个可能 还需要有些时间 我相信 在未来的日子 会越来越多 这个情况发生 还有 在末期的教会是合一的 是荣耀和得盛 是满有基督成长的新良 这是其中一个寓言 在第四 就是以色列的復国和归向基督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记号 或者浪费一个神迹 因为我们知道 在以色列国已经亡了国 在巴... 等等 我忘记了什么时候 但我记得 按照资料 就是1947年 以色列国正式是復国 所以这是一个 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是一个很震撼的事情 或者是一个新闻 所以今天我们都很留心 在以色列发生的状况 其中我们的A911 其中有一天 我们都会为以色列去祷告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都是一个很积极的事情 现在我们也看到 越来越多犹太人 慢慢去信耶稣 以前犹太人是最难信耶稣的一群人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神 他们觉得耶稣基督 我忘记在哪里分享过 因为他们觉得 我们在相信的耶稣基督 是一个会受死的基督 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个基督 他们相信的基督 是一个什么基督 大位形式的基督 什么叫大位形式 你知道吗 做王 而且不是犹太的王 他当时是打一遍 就是天下无力手 打了很多地方 他国土 在以色列国最光辉的时候 有些人说是约失的基督 什么叫约失的基督 当他做宰相的时候 他带领着一群以色列人 但是原来现在 我们基督教传的基督 是什么 在当时使徒 是一个会死的基督 所以当时的犹太人 不敢相信这件事 也不相信这件事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犹太人 慢慢去回转 去相信基督 所以我们看到 很多积极的预兆 是一直在发生的 透过这么多事 都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近了 耶稣会在内 耶稣基督来到的情况是什么 今天我们会看到 这里有提到 圣经很明确说到 基督再来是什么 无法预期 和你旁边的人说是无法预期的 是的 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 某年某月某日 耶稣基督降临 就千万不要相信 我们早期看到的 新闻也有的 当然不是电视新闻 报章 可能是一世隔 那些人在教会拖行李上山 避难 知道某年某月某日 应该是耶稣回来的日子 懂得笑话 知道人也听过这些新闻 避难 但是甚至乎 有些早期 中国大陆很多这些情况 就是预言基督 什么时候 几日再来 这些我们要留心 不要相信 坦白说我教一些 长者都是这样教的 所以他们都明白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好 接着也提到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是每个在世的人都知道的 所以我们人人都会看到 耶稣基督会再来的 大家可以回去看圣经 以下有几点 也提到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有些人明确的教导 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他是必亲自回来 也是同一位耶稣 他也是一个公开的回来 每个人都会看到 他也是有大能力 大荣耀 同众天使 驾云江林 这也是在 刚才说到的 有些经文也提到 这些 就是现情况 他也是 他事畏着也事 同众圣徒降临 并且与众圣徒 要在与他同在 直到永远 那些已经死了的信徒 要复活过来 并且到永远远 这是一个主在来 发生的现象 那些死了的信徒 要先复活 下一课会提到这一点 所以在这里也不再多说了 他也要在火焰中降临 报应那些不认识神 和不听主耶稣福音的人 所以在早期 其实传福音是一个 挺挑战的信息 以前传福音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 会有天堂和地獄 现在我们少说这些信息 可能也要多说 我们信耶稣的人会上天堂 但是如果听了福音 又不认识他的人 我们要面对耶稣基督的审判 要去到地獄 所以我们要知道 会有些报应 不是说中国人的报应 是神的审判 就是说主耶稣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 德性的基督徒 会和基督一同作王 这里后面也说到 第十四或十五讲 会说到我们在地上作王的经文 所以我在后面会再说 多一点点 所以这是我们知道 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 一些按着圣经讲 会看到的情况 慢慢来 好 不要紧要 那三题一会再展示出来 其实这本书的最后 都有这三条的问题 按照这三条 刚才也说了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有些什么预兆 基督再来的时候 基督再来的教导 对基督徒的现世生活 有何益处 大家可以按着这三题 去大家分享 我们大概有三分钟的时间 大家可以谈一谈 我回到你刚才的分组 第三题 其实没有一个摩托答案 因为他说到第二 是基督再来的情况 所以第三题 是大家对于你们 现在生活的回应 那 是 那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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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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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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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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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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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